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9日 星期一 昨天 掛9號風球 香港今年也算是多風多雨了 有10號風球 有9號風球 而且有500年一月的大雨 隔了幾天 又500年 香港已經過了1500年了 因為在9月份的大雨 連續幾次出現 已經是1,500年大雨 昨天 突然而其來的9號風球 令到很多人失了預算 回家的 有些回不了 機場 糟糕了 很多人滯留在機場 而且 他們等的士 一千幾百人等的士 每小時只有幾十部的士進去 9號風球期間 原來機場鐵路 是暫停營運 機場巴士也不開 其實機場鐵路不開的 原因是甚麼呢 大風 怕吹走 那麼當時起鐵路的時候 為甚麼不考慮這一點呢 為甚麼 做一些東西保護一下他呢 是不是 你反正花那麼多錢的啦 一打風就不開 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 人家 搭地鐵的時候就是打風 例如這個港鐵 如果你可以 特意在打風的時候 加上班次 疏到那些人 那些人就不用塞住了 大家都知道 打風的時候 據說 八號風球或以上 香港的的士的保險就不包了 所以他們就要加價 因為他們覺得有風險 到時可能意外有交通 意外有撞車 我能承收你幾塊錢 我也可能補不回數 我可能就這樣沒有了命 那麼其實 當時你起機場的時候 你為甚麼不想清楚呢 露天的部分是不是全部可以覆蓋呢 好了 其實現在趕不回頭了 現在我們看到 昨天的情況的確很混亂 這個風 早兩天 是突然間慢了 但是我們看到台灣那種 緊張 他說這隻不是小犬 這隻是惡狼 因為 突然間減速的颱風 是最可怕的 因為他會 爆發的 結果果不其然 在香港 初初 星期六來的時候 好像沒有了道 人們還在笑 這個風沒了道 流的也沒有風 結果晚上就來了 跟著風轉強 變成九號風球 現在香港 上午還是 有颱風 下午就解封 下午股市開了 我們看到 今天的這個情況 其實香港為甚麼這幾個月來 那麼多天災人禍 你想想 九號風球 十號風球 在一年裏面 同時 兩個月出現的情況 其實也不多 昨天有網友告訴我 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 我看 這幾十年來其實也很少 而且 還有暴雨 而暴雨 也是由颱風帶來的暴雨 其實是很誇張的 那麼這次 很多人會問 是不是天象事景 香港 早兩天我們在那裡聊天 有時你才吃完飯聊天 其實香港報了很多風水局 大家記得 很多年前的民間傳說 他說當太平山上面那隻龜 那隻神龜 爬下水的時候 爬到下山 就等於香港會陸沉 結果 那隻龜爬下來了 不會陸沉 這可能是風水局 就是會展身翼 這個真的有人說過的 很多年前說過 他說會展身翼 整隻龜 整隻龜 其實就是認了 那個太平山神龜落山 那個寓言的傳說 他說下山了 沒事了 現在我們在地上已經落地生根了 神龜下來 我們不用再沉下海底了 這些是不是風水呢 很多時候 人們就覺得風水之雪是迷信 其實 迷信也有科學 原因 是心理學 我真的告訴大家 看那麼久的 風水的 記錄 檔案 或是研究 我也是研究一下 當然我不是研究怎樣看風水 我研究 看風水的人 以及 他所說的話 有幾個例子我曾經也說過 最近有些新聽眾 有些人說 究竟這個是不是後備 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現在星期二日報是一個後備頻道 因為我們的主頻道是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就是我們的後備頻道 不過 現在因為主頻道沒有盈利 他封鎖了我們的盈利 其實我倆是上片的 不過沒有補糧出 這個世界 白做就是一次半次得 沒人想長期白做的 那麼我們 現在有盈利唯一 當然盈利差很遠 但是好過沒有 好過是零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慢慢打上來 那麼現在 我們這個盈利 當然是比以前少很多 但是不要緊 我們有信心 我們慢慢打上來 所以希望大家 星期二日報 現在變成我們的主力頻道 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說回風水問題 香港 其實很多人很相信風水 據說李嘉誠首富 他以前要找個診白 三父子應該說 早上不洗臉不測牙 起床就要讓他看照 他招呼診白在他家裡住 早上起床就讓他看面上 他說當時的氣息 是你最準確的 洗臉不測牙 人人都用光換發 所以一定要是 剛剛起床不洗臉擦牙 不疏洗的情況下給他看照 當然啦 每個人有不同的功夫 剛剛我最近 看到有個 Patreon 說董慕哲 董慕哲其實就不是 董慕哲 這是他的藝名來的 原來他是仰慕宋朝的風水大師 邵康哲 或者是邵庸 所以董慕哲是仰慕邵康哲 他 已經是百歲高齡了 據說是香港 一個很低調的風水大師 術素大師 專門幫人批命 批得很多人很準確 又說批黃玉郎 叫人不要亂來 官非之類 說是十分之準確 最準確 他自稱 當年 他18歲就學法 他跟戴粒說 叫他 千萬不要坐飛機 以及 其實是不可能不坐飛機的 他說要避開跟他的名字 或者是跟他的姓氏 有關的地方 結果戴粒說真的坐飛機撞山 撞了一個 戴山 就死了 戴粒死了 國民黨的情報系統崩潰了 中共 涉獲成功了 這個是後話 究竟是真還是假 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不是他看的 也沒有人知道 如果知道的網友 說說你的來源 你聽到的來源 從哪裏聽回來 因為你也是聽的 你不是日本人 你不是大粒了 我們再說 風水學說 又或者很多時候的預言 是不是真的會靈驗呢 我經常都說那種天人感應 或者是天象事景 我記得我和大家節目分享過很多 很多這類的 啟示 就是 97年的聖安娜擠題 當年我已經感覺到很不妥了 有甚麼理由聖安娜會擠題 當年還有傳出渣打擠題 結果 股災在當年爆發 香港也是進入通縮 香港繁榮了很多年了 沒有試過那麼慘 結果 負資產 燒炭 自殺 失業 樓價大跌 香港人 很慘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到那些天象事景 不要當真 也不能夠完全不理 例如97年 當時的 順利97跑到暴斃 在九月份回歸之後 再跑跑馬地 搞到 暴斃 順利97暴斃 香港繁榮也暴斃 也是馬里奔鋼的 然後 還有 就是那隻花車 當時初一的太古花車巡遊 國泰花車巡遊 結果花車撞車撞死人 燒死了 一隊好像是兩個外籍人士 這些很多時候你 不信又不行的 有時候 冥冥中好像是一些東西 提示你 而香港 大家有沒有發覺 有很多年前 我都曾經探討的話題 很多眼鏡蛇 IFC對出那個隧道 整個眼鏡蛇 整個眼鏡蛇 然後港珠澳大橋也是一條蛇 那個蛇頭 然後 還有 還有篩水 篩水的入口也是一個蛇頭 香港周圍都是蛇頭 其實蛇和龜是雙黑的 香港的風水本身就是一隻神龜 他們避免了神龜 落海就把香港錄沉 結果會展出來化解了 但是 之後的蛇頭 周圍都有蛇頭 蛇頭是不是咬這隻神龜呢 這些 是真的風水 是巧合得那麼巧 還是怎樣呢 我也不敢說 很多時候 風水的東西 你說信也好 不信也好 他們也是那種 觸人的心理 我提了一個例子 就是白龍王 香港很多明星 很多有錢人很相信白龍王 每年都要去參拜 白龍王 據說楊壽誠很相信白龍王 為什麼呢 因為白龍王圈他 回家對老婆好一點 其實這個說話一定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能看到你夫妻的情況 你的時候 面左左肯定對老婆不好 你說的話一定是對老婆的 因為沒有人叫你打老婆的嘛 沒有人說 沒有一個風水大師告訴你 你老婆黑著你 你每天回去打他三拳 不然你會破產的 不會這麼說的 你一定說回去對老婆好一點 實際上也有用 因為你對老婆好一點 老婆對你面好好一點 對著你笑 你的心情舒服一點 外面做生意不如意 回到家 老婆那麼好 你也開心一點 這個整個家庭的磁場和諧 有人走 當你家人加草屋幣 為了兩元電費 為了五毫子汽水 吵冤巴閉的時候 家和萬事興 家衰口不停 是不是 這個其實是一種心理學來的 大家 不要有時風水的東西 跟心理 有很大關係的 很多年前 我那時候帶了一個朋友去看一個店舖 他就請了一個風水人來 他說他是美容 他是美容師 到了那時候 我當時已經想了 兩萬五元租 看甚麼風水 接著有經紀發爛爪 經紀當場發爛爪 兩萬五元看甚麼風水 不用看的 一定不好的 你租三十萬 租三百萬 一定好風水的 為什麼要收你兩萬五元租 就是在這裡靜的嘛 你還看甚麼風水呢 瘋狂的 經紀 走廁了 當時我也是想 他說也有道理 有些地方 不用看風水的 一定好 太平山 風水不會怎麼差的 當然 種植度好像差一點 我朋友說 住一種植度 住幾年也不好 搞到家道中落也搬到麥當勞道 我第一時間想起 林作住那裏 原來是家道中落才搬到那裏 當時我也是這樣聽 所以 很多時候 大家 是那種心理影響的問題 現在香港 天天那麼大風雨 或者那麼多的天災橫禍 那些人怎麼上班呢 周圍的水浸得濕透 其實你真的沒見過 柴灣那個 是不是是不是? 橫翠道 在半山來的 上去年成道 轉歌連神國 火葬牆 那裏就好像陌佈 這樣 你能想多誇張才行 還有 柴灣地鐵站水浸 三層樓高 那裏也會水浸 那件什麼環境 這真是異漿來的 所以呢 大家其實真的可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要比較克制磁型保態 因為接下來 可能有些大家都沒有辦法預計的災難出現 這些 真的有機會是天象事景 我們 是 很多朋友在香港 我們都很擔心他們 好 這節時間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康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克慈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價錢 優協